这个场长真的很有看头 打得非常的优秀 他面对的 这个求生者我都有印象 都有排到过 那我感觉这把场长 开局如果能抓到这里的机械师 他的一个 机会还是很大的 外面是一个超修流啊 不对 这是一个修仙流 我看来真的是 这是一个修仙流 三修机位配一个佣兵 修仙流打场长 只要吃一波双倒 那场长就 起飞了 因为场长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开门战 就看这边的队友能不能够溜起来了 机械师现在吃一刀然后闪现第二刀补伤的话是一个标准时间导 节奏上面对于两边来说都可以接手 因为你抓的是个机械师 你要抓一个囚徒抓个毛女什么的 我觉得 穷者反而难受 你抓个机械师他们还蛮舒服的 娃娃在外面对吗 无限修 这里 两边封 哇 怎么地你都得倒 你两个人 我也两个人挂上 还行啊 这里还能拐到一台那个佣兵的遗产 这把可以掐个苗表看一下电击多快修完 毛女这里修了应该是已经修完一台了吧 这里拉开 佣兵得过去救 弹了一个护臂过去 我们看一下佣兵 这边已经救下来 这里刚才是想要帮忙来那个拆一下娃娃 没有拆成功 如果拆掉的话 其实 这个场场回不来 这把场场节奏就炸了 现在的话 为什么还要再追一刀吗 刷技能 继续挂上 二挂 佣兵的机已经修开了 这把待会儿电击应该下一波救人的时候 因为佣兵这波没受伤 下一波救人应该电击压好 看一下 两台 一个人修两台 对吧 然后这边一台够了 传送过去 拆掉 意义不大 娃娃那边 这把可能 要多跑 这套阵容修得也太快了 要手电机 对只能手电机打了 但你手电机架不住 求人者重修一台 这个阵容 要毛女在外面重修一台就好了 修得不晓得有多快 这里还有个电 最后一台了 这台大遗产 那边把血线摸满 毛女 找机会重修一台 儿子 女儿 下来 这个女儿好像卡在板子里面了 这女儿卡在板子里面好尴尬 放个火 前后包夹 还是老套旅 但是他这边把那个连上了以后 队友可以外置为补击 我看一下毛女 重修一台 重修一台也可以 球图要打 这局得看开门站 娃娃已经贴好门了 然后压好用兵来救一波 是地下室 看救人和开门站 我觉得两边都还有机会 两边都有机会 能不能打出帅气的什么 次元斩 传送 过去 再传回去 救下来 有薄命 卡着 落地刀 一刀打中 囚徒 再打 又是囚徒 那这个 那个大心上队囚徒现在暂时没有效果 要等到倒地 机械师这里是上挂飞的 切完 传送 这里再过去 找人 管电机 电机直接点亮 过来 追击毛女 你有加速我也有一刀 抽刀倒地 哇 这波还可以 但是那边的娃娃在被拆 傭兵拆娃娃 人挂上 传送是50多秒 不够 门还没贴到 这边 再贴 过去 一个娃娃守着 人往前压 刚才我看见不是有个娃娃贴门了吗 难道我看错了 现在已经摸到门了 已经摸到门了 摸到门 傭兵也是满血 这里 这里4秒钟以后可以丢一个娃娃 傭兵反拉回去 机械师先走 囚徒这里 大门破翼 可以丢娃娃了 丢吗 强行冲门 强行冲门 门好像开了 那这把三跑起步 回去 找佣兵 佣兵跳地窖 时间上面好像也够了 归根结底就是 这套阵容修得太快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 第1波救人的时候 第1波救人的时候是让傭兵无伤给救了 这里 傭兵 跑地窖 地窖应该是知道的吧 看这个走位应该是知道的 有一个护臂弹过去就好了 那边没娃娃 它还是比较稳的 这里如果挨一刀 然后切一个那个 火到娃娃上面打一刀 这傭兵会倒 屠夫投降了 这傭兵会倒下来 这个爹 这傭兵会倒下来 这个爹